右舰行人路权纠纷 新北市淡水区北新路一间超商前 有一名行人 认为重机骑士并没有礼让 愤而朝着对方丢水瓶 还不断地标骂不雅字眼 而这个骑士气不过下车理论 双方就爆发了激烈的肢体冲突 火爆的过程全被民众开了下来 完间重机行进街道 路边一名男子突然破口大骂 甚至怒炸水瓶 骑士紧急路边停下车理论 火爆冲突一触即发 你以言我一句谁都不让谁 从口角演变成肢体冲突 男子大声炮烧 甚至出手把重机推倒 两人大打出手 一旁民众全看傻眼 他先推我 然后我们是其中一个人 然后其重机他把车推倒 超商门口上演护欧戏马事件 就发生在新北市淡水坝后晚间 走在路边的周姓男子 认为其重机的前姓男子 没有礼让差点撞上他 当下直接怒丢水瓶破口大骂 甚至演变成全武行 爆发口角及肢体冲突 期间周南甚至推倒 城南的重机车 造成大重机毁损 很快啊 刚刚这中间会才被造比较多 时机回到事发现场 虽然路幅少 不过车辆行进速度都不慢 而且都没有搬马线 民众过马路都得小心再小心 只是没想到这回 行人重机征路权 爆发激烈冲突 事后双方还决定互告 法院见 记得朋友杨文豪新北报道